明年我们这边的总统大选 谁当选会对两岸关系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您的个人预测 以及美国的这个 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谁当选哪一个党当选的 对中美关系又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切开来谈好 明年的这个台湾这个2022这个大选 老师你觉得 谁当选对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或者都一样 当然这个不可会言 一般外交都知道 中国方面是这七八年来 跟那个民进党政府的关系 非常的恶劣 当然从这个常识性的判断 中国方面既然 而且赖先生赖清德一直在讲说 他继续蔡归赖水 延续蔡英文政府的政策 他更前进 那这你讲的 我觉得 因为他要走入白空 对结果讲 那你就知道就不用问我了 你就可以去站台了 OK OK 不过来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当然你又问说这个大陆方面 中国方面是当然既往 他当然不希望 这个中国方面的期盼 不希望民进党这种作法 再继续下去 那这两岸关系一定会继续恶化 总是不是好的事情 当然对于其他 当然这个大陆方面是 我想除了这个民进党之外 民进党他们是一定是很不希望他继续执政 让这两岸关系继续的恶化下去 但是另外其他候选人 大概大陆方面目前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一个希望 张三好或理事不好 当然他们希望所谓的这个应该 据我的了解 一般的报道也披露 他们希望什么 好像跟一般台湾岛内一些 一般人的所谓非绿的人的看法一样 所谓蓝白河什么之类的 当然这种事情 我想还是要尊重台湾选民的选择 毕竟这个选举是我们台湾 这两千三四百万人的选择 你外国人当然你插不上嘴 除非你有投票权 海外的台桥门 华桥门 中华民国的这些过去的 散布在海外的游子们欢迎回国投票 有些我们的家务事 美国一公开明确表示 他们不介入台湾岛 当然这样说了 台面上这么说 而且美国对台湾事务的主管也说 他们这三组的候选人 他绝不take sides 美国 对 美国说他绝不 台湾叫选边 他不选边 对 中国叫站队了 美国是绝不表态 可是我相信前不久 美国AIT的主席 叫罗森伯格到台湾来 也公开了跟三位候选人 分别谈话 那么当然这个意思 就是美国政府嘛 对不对 这受益 希望这三个候选人目前 当然罗森伯格见了三个人 这个侯友宜 柯文哲 赖清德 他当时没有见另外一个姓郭的 现在就蹦吹个姓郭的 那现在美国也在观察 到底怎么样 那现在美国 我想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他们都可以密切观察 台湾的大选人的 谁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郭东好像又要访美了 他访美 听到美国去 好像也没有受到 属他所期盼的一个 他想有的见的人 他想见基辛格嘛 就后来黄掉了 没见到 后来跟一个美国的很有名的 一个新闻界的作家 那个Thomas Freeman 就是很有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就世界是平的 他作家 我跟美国也跟他见过面 吃过饭 那么他跟郭台铭见过面 两个孩子抱在一起 郭台铭 但是后来隔天就被下架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也是另外很有趣的插曲 所以呢 大概这样子 但老师 我还是要追问了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得到我的答案 那个观众 讲的还不够吗 不够清楚 我再问清楚一点 因为观众留言区就 讲什么 我听不懂了 你觉得 对岸 他会希望赖清者当选吗 当然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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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讲的明确了 当然不希望 因为在我的对两岸的观察 以及两岸这个网路语情的观察 中国大陆现在的网民 这个网民之明星所向 是赖清德 因为我在 他们希望赖清德当选吗 对我在我的网路社群 做过投票 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 这个民众投票 请问你支持谁 就是如果你有投票权 你会选谁 80% 一万份投票 80%投赖清德 OK 到我 你再继续讲 那老师你应该也想得到为什么吗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加速主义 对 那所以 齐全统一 对对对加速主义 那你觉得中国大陆官方 他们会希望赖清德当选 当然不希望 所以 当然不希望 他们是不希望赖清德当选 当然不希望 对吧 那如果赖清德当选 那如果赖清德当选会不会真的造成这种所谓的加速主义发生 我想我想只要是北京方面 这个大陆的领导人方面 我想这个他有这种智慧 有这种远见 有这种耐心 跟谋略的话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至于 因为这个我想过去至少两岸关系 虽然在这个蔡英文政府的执政这几年 是一个紧绷的僵持的状态 但是基本上两岸的人民的往来 大体上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当然中间有些是学生的交流暂时中断 除了这个政府的政策之外 也包含疫情的影响 也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大学 兼任老师 兼任这个教职 我过去也教过很多很优秀的 真的很优秀 也很用功 也很尊师重道的好学生 大陆的学生 他们都有些还跟我保持联系 我们也很珍惜 这个两岸这种教育的交流 文化交流 当然这些来台湾交流的大陆的学生们 除了跟老师的关系之外 他们在台湾也认识了很多台湾的 好的同学 中间当然也很有喜欢 也爱上了台湾的凤梨书 还有这个珍珠奶茶 还有牛渣糖 那么这些都是点滴在他们大陆的学生的心目中 他们脑海里 他们回忆中 这很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毕竟是一个那么多年来 经过一些起伏 一些高潮低潮 好不容易到今天有这么一个成果 那么不能因为某一个党 某一个政府 在短时间的一些很不智慧的一些举措 后来就开始对干戈 动物 那就是让台湾人民 你说 事实上我觉得 大陆的这个政府方面 就应该有一个远见 有一个宏观的看法 那么对 毕竟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多少也是受了一些美国的怂恿 在执行目前的抗中政策 当美国的马前竹 我想大陆应该看得很明确 大部分的台湾的人民 台湾的同胞们 并不喜欢跟大陆心干戈动 那么而且两岸的经济的往来 还是基本在蔡政府时代 还是往上成长 贸易的往来 超过四成 对 所以这个大陆的抗中政策 其实只是为了骗选票 事实上台湾的大部分的一些 我认识的朋友 不管是男的 白的呢 甚至绿的呢 很多都是企业界朋友 他们都跟大陆 他们都去大陆就印象很好 只是现在政府的政策 是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对 或者为了骗取一些选票 来做这种很违反潮流 违反潮流的一些做法 那么不能因为某些人的 一些短期的做法 你就来大兴干戈 在两岸这个兵戎相见 那你这回头路就很难走了 你过去这些年来 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什么ACPA也好 其他政策也好 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是出没错 当然是很遗憾 令人遗憾 假如这种发生 可能要有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耐心 去来像台湾人民 跟民进党的政府的一些官员 要切割开来 这还是一个明智之句 就老师你觉得就是北京当局 就是他的立场 其实站得相当清楚 就是说不管台湾这边 是否未来 他不希望赖清晨当选 但是不管是否未来 是赖清晨当选 他对台湾这个 主要还是以促进交流 然后来慢慢推进 和平统一的这个路子 是不会改变的 我个人因为在从事的国际事务 大陆叫外事的工作 那么多年 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也看得比较宏观 或者比较达观 很多事情不要说盲目的乐观 或者很盲目的悲观 那都不是一个智慧下的选择 我想一个达观 要看通这个道理 当然遇到好的结果 我们当然很幸运地 往这个乐观的情况 人是天下的事情 不是尽如人意 不是尽如人意 谁会预想到恶物战争爆发 谁会预想到COVID-19爆发 对不对 当然说很多事情就是 人事业我们必须要 我想就单独的个人来讲 或者大的一个国家来讲 一个政府也好 你面对事局有各种不同的挑战 有好消息 你很高兴接受 感谢上帝 遇到一些不好的消息 你要以智慧来面对它 不能够数字于情绪化 你想要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是成千上万的 对不对 一些上几千万 一以上亿的民众的福祉着想 所以大陆方面希望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远见 有这个耐心 可以吗 可以 回答那问题了吗 满意了吗 我们今天先 没有关系 我们下次如果还有什么 我可以再继续感觉 先不要拿出这个 太尖锐的这个话题 第一集好不好 我们后面再尖锐一点 那那个老师我想请问 这个小两岸的部分 那个我问完大两岸好了 那老师你觉得 明年 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看起来好像是一半一半嘛 50 50 OK好 那似乎看 好像川普他迎面 感觉好像还跟 因为他后视 还看涨的那种感觉 那老师你觉得 明年 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当选 会对中美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想这样 乃至于对影响到两岸 我想我这个时间 先不谈明年 我把时间都拉回四年前 是 四年前不是2020 2020 2020的时候 美国大选 是 就是川普要竞选连任 对 拜登跟他挑战 对 在2020的前一年 2019年 10月份 距离美国2020年1月的 不是 2020年11月 是在那个美国大选前不久 台湾有叫华南金控集团 华南金控 华南银行 也是主要的一个民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金融的一个 公库 还是公库银行 他们金融集团请我去演讲 那个华南金控的董事长 亲自给我介绍过 那华南金控大概子公司 孙公司的董总 全部出席 大概我演讲 大概目前是最高档的一个场合 那华南金控董事长 总经理副董事长 全部到齐 子公全部到齐 那个场合 他们为什么要我去演讲 他就担心 关心2020年 隔年2020年的美国的大选 川普会不会当选连任 或者拜登会胜选 打败川普 因为各位知道 川普在任内 这四年中间很多变化 刚当选出席 还没有就任 就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 把中国祈祷 祈祷不行 从来没有空前 空前少见的情况 我们台湾都很意外 那么而且川普后来 接任之后 又把美国又退群了 什么TPP也退出来了 跟欧洲也闹了很不愉快 搞贸易战 搞贸易战 跟抗中等等 就是结束庆祝难输了 所以那个时候 当然很多台湾有些人 觉得川普是我们的朋友 是 他挺台了 台派全部挺川普 对 然后所以全世界 大部分的欧美的国家 先进国家 都一片反川的声音中 台湾是少数 还有川粉一大堆人 好多川粉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台湾一些人都会关心 川普会不会连任 也许有些人会希望他连任 继续挺台政策 是 那么万一拜登选上 是不是就跟 北中关系就改变了 不变好一点了 或是美台关系怎么样 都在这种问题 都在大部分 台湾的人民中的心中 在观察 所以华南清空 请我去演讲 就问我说 你对明年的美国大选 谁会胜选 还对美台关系 或者是美中关系 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时我就回答 这问题还有 还三四个月才是全 我说我个人大胆的判断 根据我在美国的经验 对美国文化的政治的了解 美国不管是川普连任也好 或是拜登出现当选也好 美中关系或是美台关系 不可能有太大幅度的变动 基本上 不会因为一个人改变 因为美中关系或美台关系 目前是美国的一个两党的 大部分的共识 第一个 你美中关系有邦交关系 不会改 美台关系是非官方关系 也不会改 不可能因为关系好 我们恢复邦交 或关系不好断交 不可能再发生 我打准是不可能发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美中也好 对美台也好的关系 不管谁当选都不会太大变化 可是我担心的是 有个变化 我可以预见 不管是川普连任也好 或是拜登当选也好 确定的美国社会 从此开始分裂 所以 所以美国现在社会 就是很分歧化 跟现在一样 对 所以你看四年前 我的判断 今天美国 现在像川普 目前在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人公务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对 把国安密密文件 拖带出来 对 放在自己家里面 放在自己的寓所 然后又跟那女人搞关系 然后还把她的竞选经费 那是竞选经费 拿去给这个情妇 封口 你拿钱给封口是无所谓 可是你拿自己的钱 自己掏包 能不能拿一个竞选经费去 这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掏自己的钱 对 触法 所以很多这个人是公 也没有公德 也没有这个 私德 这个私德也没有 私人的行为 就完全很令人不堪 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按理说 上次已经学得那么差 已经没有连任成功 他还不承认说我是冤枉的 可是这种人 在我们中国人角度来看 简直是不像一个 不要说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也就是大国领导人 连一个基本的一个正常的商界人士也好 或者政界领袖都不配担任 居然还有一大半的人支持他 而且现在支持度还这么高 然后还胜过 本来是美国佛罗里的州长 德桑提斯 德桑提斯 他的五十多岁 年富力强 相貌堂堂 也很能干 政绩也不错 本来说他是将来是共和党的最大 就是2024 美国总统选 本来 本来这样子 没想到今天拜登 不是那个川普 然后已经被起诉了三次 四次了 其实七八十个罪状 七八十个罪状 起诉三四次 可是到现在 他的民调呢 被起诉一次 民调再高 但是美国很多选民 不信任美国的 共和党前一阵子那个初选 他们内部那个民调 现在川普在共和党 党内的那个初选的民调 是好像是四十几%还是五十% 然后第二名就是那个德桑杰斯 他好像才十几% 差三十多% 就是已经不用选了啦 所以美国CNN 川普好像都不想出席辩论了 初选的辩论他都不想去 美国CNN就判断说川普搞不好2024 会从来回国担任总统 CNN已经在开始做这种 我也觉得非常有可能 所以假如目前 假如说这个 所以会不会影响 影响到 川普这么不稳定 这么不可以预测的一个人 他如果当选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会不会对中美关系有所影响 乃至于对两岸关系有所影响 会不会把台湾卖了啦 讲白了 不不不 我想不会 因为不会知道 因为那个美国的总统啊 他只是一个个人 OK 但美国是毕竟是一个 很成熟的一个民主的政体 好 他很多的一些 那个里面的美国的司法部门 美国的行政部门 或者是立法部门 还是有很多这个机器啊 他这个系统啊 这个组织还是很健全的 你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啊 胡作非为啊 就可以搞这个国家 就翻天覆地 我想不太不太容易发生 当然可能会少部分的 在一些一些执行的过程上 会有一些 一些这个那个 查枪走火的小场面 是 但这个主轴不会变 主轴不会变 OK 所以老师的答案就是说 不管这个明年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老师的答案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等于是四年前 那个老师参加那个华南 反正华南银行的那个 董事长还是什么 他们问了老师 我今天问的一样的问题 那老师今天给 也是一样的答案 基本上美国 它的原则是这样的 但我今天是无您担心啊 这个美国的社会啊 因为我是留学美国的 那么在美国工作 或者是受教育 我觉得美国的国家 现在让我觉得很分裂 会分裂 社会的分歧越来越大 你看美国今天社会 所谓的川粉 都是一些弱势族情 或充满了一种焦虑感 仇恨值 很高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说川普 为什么我们看 我们台湾人角度 或中国人角度看 怎么你这个川普这么坏 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 比如说川普不坏啊 人人不爱 这些都是共和党 或者是这个共和党的 白蓝领阶级的 他们是共和党的时候 不是那种高层 蓝领就是白色 我知道 劳工级或者这些 他们一定是觉得一种不满 对美国这些年来的 这些重负 轻贫 重视富人的待遇 轻碎了 对穷人 或者这种社会的福利 接到很多 像华尔街 像那个19金融界的 Lemon Brothers 他们觉得很多美国的选民 越来越对社会 对政府的那种 不满情绪越来越高 他就把寄托在川普 能够帮他们来发出 一个寄托于他 这变得也好 他们就会是川普 现在美国的罗宾汉一样 可川普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本身就是一个富豪 对啊 他就介绍 讲话都是非常 很粗鲁的话 可是就让美国这些人 中他们的口味 他们觉得 我就像一个人 能够说出我心里中的话 所以这种是一个 是一个病态的发展 我个人是觉得很担心 美国的前途 很不美了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 美国现在的情况 跟我们台湾现在很像 这个希望台湾不会了 我总是希望台湾人 你没有回答 台湾的民众比美国人聪明一点吧 你 我希望啊 保持我们的希望 OK 保持我们的希望 好 那个 我在最后结束 我跟老师的访谈之前 我想要追问一个 稍微辛辣一点的话题 好不好 这个天点小心辣 老师你觉得从以现在来看 对美国来讲 台海两岸发生战争 是符合美国利益 还是两岸维持和平 是符合美国利益 就是美国习不希望 两岸发生战争 你觉得 美国不希望 不希望 他不希望 他不希望 但是这问题呢 也不能太涵盖 因为美国 各位知道美国 有人说美国 美国从一战 上个世纪 一百多年前 一支大战 到后来二支大战 美国是一个 专门发战争财的比较 对不对 可是呢 假如台海发生战争 它可以许有些好处 军火 武器 援助 台湾不是美元 是我们买的 可是呢 可要台海的武装冲突 上升到一个程度 严重到影响到 航路的安全 不但是海上航路 空中航路 万一中国大陆 把台海作为封锁起来 或者像去年 普罗斯访问之后 中国一开始演练 所谓内封锁 内封锁 六个狗皮膏药 对对对 那么所以这个 假如说台海的 军事的冲突 升到一个 影响到东南亚 或东北亚 这是太平洋 第一岛链的 南北东西的航行 海上跟空中航行的安全 让各国的这个 大概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这种航道 是经过南海 全球的贸易 三分之一是经过南海 但是一被封锁去 影响多大 经济发生那么大的冲击 当然对美国的利益 对全世界都不可承受的一个负担 不但是美国关不关心 欧洲也必须要抗议了 欧洲也反抗了 黄人的亚太 印度 还有非洲这些国家 被这个全世界大问题 那不是美国一丝心的一个想法 所以美国从这个角度看 你不能台海冲突 你不是说 小打就好 不要大打 没那么精算的 要打就硬是不可预料 不可控制的 只有损害的 会损害的程度 高过于获利的程度 所以美国不希望 利少 害多 对 所以美国从这角度看 两相相扣 当然美国希望不要打了 美国 只要涉及美国的利益 它不是当然 过去发生二战一战 那是不得已的时候 发生利用战争恋财 比如说恶物战争 是不是美国少多 这倒是有一些 偏锋的一个揣测了 但我宁可相信 美国他还是不希望 它也发生 所以各位知道 1996年吧 那个台海 那个飞弹危机 为什么柯林顿 要干预 派两个航母来 来接预 就是因为 叫板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 真的真干 不行 所以美国还是不希望 所以两岸不打 两岸和平 就是维持这个制造和平 才是美国他最希望 他反而是不希望两岸 对 OK 这个要稍微让各位了解一下 好 今天非常谢谢赵老师 接受我的访问 学习到很多 以后如果还有相关的话题 希望能够再有机会 能够再跟老师再请议 非常谢谢赵老师 我是杰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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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